其實最主要我們經常在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是專門去做選民教育 因為其實有很多香港人拿著BNO過來 都不知道自己可能是有投票的權利 或者在大選裏面有什麽可以權利去實行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個部份就是先做選民教育 就是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權利是什麽 第二個部份其實我們都會收集一些地區的意見 包括他們在地區裏面有什麽關注的議題 乃至全國性的議題他有什麽去關注 這些問卷或者收集這些的意見 我會把它發出數據 去給予當區的NP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政黨去參考 就告訴大家其實香港人是關注這些議題 第三個部份的Campaign 其實就是邀請不同選區的候選人 不論黨派一起去到一些地區 我們去做一些議題 直接去給那些候選人去聆聽香港人 究竟所關注的議題和意見是什麽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那個收集意見 和那個問卷作為輔助 所以其實我們整體上而言 其實很希望就是 這個教育的過程其實不單止是純粹給香港人 其實同時間是給這裏的地區的政治人物 因為其實有很多地區的政治人物 可能他本身是不知道有那麽多香港人 來了他那個選區 又或者是香港的人 他們面臨著一些什麽的問題 又或者關心著什麽的議題等等 而我覺得其實香港人本身是有一些的思覺 又或者有些的知識是可以帶進去英國政治裏面的 無論是我們對於中共的入侵的一些警惕 又或者是我們對於一些關於這個人身安全的問題 乃至我們對於民主的堅持等等 那其實我們就想透過這些議題 去令到一些本地的政治人物去重視 就是香港人的聲音同時間去告訴他們 其實你的選區都有很多的香港人 你們都需要去聆聽這些聲音 那其實我們過往都知道有很多例子 就是可能是在一些地區裏面 講的那個NP或者一些Counselor 是打開那個選民登記的列表 原來多了那麽多香港人 就要做多一些關於香港人的一些地區工作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契機去拉近 就是所謂我們香港人和本地社群的距離 在香港人上本地人的限制 我們在關於香港人的民言 在香港人有些人的築牌 通常都是在等格說的 我們因為香港人的交通